核動力是不是核擴散了 其實是有爭議的 那個時候1968年的核不擴散條約是說 非核五國取得了核子核能的技術 只能用於核平用途 所以核電廠是核平用途 但核動力的核潛艦是核平 當然不是吧 對不對 那裝在送東西嗎 第二個就是這個還有一個認定 中國大陸已經認為這個是一個核擴散 印尼跟馬來西亞嚴重的擔心 澳洲的核擴散 紐西蘭很擔心啊 紐西蘭講 紐西蘭跟澳洲那麼好 紐澳紐澳紐澳 紐西蘭說澳洲這個核潛艇好了以後 不准進入紐西蘭的領海 不准進來 因為這是核擴散 所以就有爭議了 就看怎麼定義了 那因為日本這個首相在新的嘛 然後在國會演講說 北方指導都是我們的 你的 俄國就派兩個副總理 登了這個島 就三日遊 去玩三天 兩個副總理 你的 我登島給你看看 北方四島 北海島在這裡 我們看到這個池武群島 澀丹島 國厚島 折桌島 這四個島 這是俄禍赤克海 日俄為這個爭很久了 這爭很久 那這兩個 這其實很小的島 當然有些礦產等等之類的 魚類 魚類很多啦 有些礦產 他們加起來不過四千九百九十四平方公里 其實也不大 我就在想說 連這麼四個島 都爭成這樣子 你說老共對臺灣 他會讓你獨立就算了嗎 我今天在看這個情況 我突然想到說 這不就四個小島 對不對 有可能嗎 所以台獨人真的想清楚 你認為是可能 你看這四個島都搶成這樣子 台灣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這是四千九百九十四平方公里 你從這邊去想 領土這種東西是寸土必正 這沒有辦法 沒有人能夠放的 其實看得出來 就是像什麼美國 澳洲 英國 這些一起在附近南海等等地方 開始演習 但是傳統的盟國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他現在也不甘失落 你到我周邊南海 那我也穿越海峽 這對日本來說 等於是在我內海航行 他那個心理震撼程度 恐怕比去南海 還對中國大陸造成震撼來得多 因為照理說 這日本覺得他長期以來 這個地方受美國保護 然後航道是給美國的 但是我還沒想到 你中俄的聯手可以穿過這邊 而且日本也沒辦法 沒辦法說去做任何的防疫 我只能監控你 所以看得出來 這兩大集團就慢慢成形了 就是中大陸加俄羅斯 然後再來其他的 美國為首這個集團 那我覺得這些集團 在裡面 我覺得台灣的角色很重要 特別是普廷上個禮拜 他很少俄羅斯不管官方什麼 很少對於這個台灣問題表態 他普廷對這種表態 顯然他對於這個未來的戰略眼光 也轉到亞洲大陸來 特別是在整個東邊的 還有南海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在未來一段時間 我覺得這邊會是一個最熱的熱點 包含說兩邊的集團來這邊 去做一個對抗 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 我們剛才回到前面的話題 但我們要什麼武器可以做主動 那北韓這個角色 就是我也不管你世界怎麼看我 反正我今天要做就做什麼 然後美國也說我也不要跟你為敵 我願意跟你談判 那我的姿態很高 所以我們自己的主動權在哪裡 那台灣的不管是國防的主動權 或是外交主動權 我們是不是都聽美國的 都依賴美國的 美國叫我們買什麼或發展什麼 我們就跟著他走 我們沒有自己的主動權 所以我覺得 北韓固然是一個 不是特別好的例子 因為他在經濟上或在 整個世界政經上是一個封閉的體系 但是他在外交軍事上的主動權 可以讓我們自己思考一下 萬一有一天我們需要主動權的時候 我們拿出來的武器是什麼